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人一支球队能跟上阿莱格里的步伐 叫后跟进球 夸利亚雷拉的选择 桑普主场三比零击败纳布勒斯 二 大宇过后都领取胜 一比零斯帕尔 这场胜率是献给卡耶洛的礼物 三 无忍者与烟枪 带领国米与米兰掀起革命 没有一卡尔迪的情况下 斯帕兰底的球队收获进球要感谢乃因格兰 加图所创造了一个超级遗花音 四 新的意大利国家队 曼奇尼发现扎尼奥洛 罗马体育报 一 夸利亚雷拉神机脚后跟破门 这个进球浇灭了纳布勒斯反扑的希望 可怕的上半场 桑普开心 三 看令 安切落地 把胜利送给了对手 尤恩总是最孤单的球队 二 拉奇尔会获机会 不过路易斯阿尔贝托的一粒进球 足以击败弗罗西诺内 蓝英拿到了第一个三分 门前的失误险些造成平局 三 亚特兰大领导伊卡利亚里 巴雷拉进球 亚特兰大依然没有摆脱欧联杯出局的阴影 都林体育报 一 都林向欧战起飞 由于下雨 比赛暂停了一个小时 之后的灵统治了比赛 恩库鲁进球 一比林斯帕尔 扎扎首秀 表现出色 二 桑普3-0纳布勒斯 夸利亚雷拉表演 纳布勒斯遭遇到溃败 三 游轮迅速开始一支独秀 我叫达芬奇 欧洲林范每日报纸头版